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绿蟹的话 它其实已经是接近灭绝的一种生物了 看守长眼蟹 眼睛能够达到两寸左右的这个长度 公鸡馒头蟹 它从侧面看的话 它的熬爪就像一个公鸡的形状 我是94年的 所以说比较年轻一点 比较年轻一点 比较年轻一点 大家这样子叫我螃蟹王子的话 其实也都没什么太大问题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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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这边开始看吧 然后其他的就是公的母的都只有大小的差别而已 就是说他不会说 我是柳正宏 1994年出生的 出生的地方是台湾的澎湖 现在的话我在厦门担任世界螃蟹馆的馆长 从小我就对于海洋的环境有非常多的这个认识这个熟悉 然后也对这些甲壳类生物慢慢的有很大的兴趣 在我大概初中一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我大概13岁 那在这之前其实我已经看我爸爸已经做了这个标本 做了很多词了 那我就想说 其实这看似好像也不是太困难 那我就自己想说做做看 然后就抓了一只螃蟹来 结果没想到在做这个分解的时候 就已经把它弄坏了 那后续的很多动作 虽然说我也是照着做 但是怎么装就是装不起来 我爸爸后来才跟我讲说 其实这已经在你最初的步骤的时候 就已经把它弄坏掉了 这一盒的这个目前我们是我们已经调制好的 就是浓度比较低的这种防腐药剂 正常来讲的话像这一只的话大概要泡个一到两周左右 学会做标本的这个过程里面 也让我就是沉下心来去专心 然后去有耐心的完成一件事情 那这对我未来的人生也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这些收藏是从我的爷爷那一辈就开始做这些 就是甲壳类生物的收藏 如果说从我爷爷辈那时开始算起的话 我们家族总共收藏了超过一千种的螃蟹 那数量的话大概在两千多件到三千件 目前占全世界甲壳类生物总数里面的四分之一 我们应该要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给更多人看到 而不是说我们自己收藏在自己家里的藏库 那时候刚抓了一只螃蟹要制作成这个标本的时候 把它的背夹打开里面竟然有很多的塑胶微粒 那在海里面漂流久了这些塑料 或者是说这些有害的物质 它们最后都会沉寂到海底 这些对海洋的生物对来说都是非常大的影响 其实我们人类对于这种生物啊生态 有蛮大的亏欠 应该要让更多人去看到 就是说其实海洋里面有这么多的生物 它活在这个世界上面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更去保护它们 不要去破坏到它们原本生长的这种环境 能够和平地共存下去 我自己一个人到这边来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亲密的朋友 来到这边 创立这个馆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事情 就是我必须要自己去想 自己去解决 我小时候就生长在澎湖 四面环海 所以说我有心事的时候 或心烦的时候 我就会到海边去走一走这样子 那来到这边的时候发觉说 这边也有很漂亮的海岸啊 然后有时候在沙灘上面走一走 很多事情心里就是 会慢慢的自己去调试 然后自己去解决这样子 就觉得说其实 这里跟家乡好像也没有差别这么大嘛 曾初安以前它就是一个渔村 它是从渔村慢慢的去改变成现在这样子 所以说它还保有了满多的这种海洋文化的元素在里面 我带着海洋的东西来 然后增添这边的海洋文化 其实是有一点相辅相成的 到厦门这个地方来 生活的状况啊 很多都是跟台湾还蛮接近的 因为我们这边也是很多都是讲明南话 那其实我自己小时候也是听得懂都会讲明南话这样子 这几个人差不多多少 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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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说其实语言上面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现在我已经都很方便了 太方便了 对 厦门大概这十年来发展的速度非常快 包括说现在非常好用的这些科技 科技媒体等等的这些东西 都让我觉得就是说非常的吸引我 那其实未来如果说有机会的话 我可能会一直在这边待下去 创业这条路的话基本上就是 你必须要选择一个 你认为有意义的一个主题 然后来当做你未来要走这条路 选择这个海洋文化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很值得 我觉得它一定会为我带来很多价值 对 它不仅仅就是说金钱上的东西 如果说如果有机会 我能够到其他的地方世界各地去收藏 这些从来没看过的东西 从来没看过的这些生物 那其实对我来说 人生也有很大的意义